亚运会中国女排完胜朝鲜原因浮出水面 不是轮换 也不是战术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从打印度队蔡斌还死用主力 就不再想看女排的消息了 主力胜弱队胜之不武 替补得不到锻炼 主力打强队又胜不了 替补又发挥不了作用 咋看咋窝心 以前最爱看中国女排的比赛 现在被蔡斌整成这样的心态 这才是蔡斌倡导的团队排球 还真是一个不能多啊 如果敢这样排兵布阵 蔡斌就不是蔡斌 下轮吴孟杰 王云露 高一 王圆圆二局 圆心悦一局 龚翔宇二传 郑义心 王孟杰事事如何 蔡斌真的很厉害 能让那么多球迷讨厌他 那可是真本事 从上世纪81年世界杯中国队夺冠开始 场场不落 看了中国队所有国际比赛 自认为是国家队铁粉 从没见过蔡斌这样固执的教练 从比分上看 中国女排赢得较为轻松 对待这样的弱队 顺风顺水的 为什么还不让吴孟杰上场呢 面对弱队 蔡斌教练应该多让吴孟孟杰上 让他多锻炼锻炼 因为他扣球的时候 感觉弹跳力很好 很有潜力 而且他年轻 可以多培养 对阵朝鲜这种档次队伍的胜利 对于上全主力的中国女排 能有什么意义 对主教练真是无语了 相不明白 蔡斌怎么一点也不给替补队员上场机会啊 中国女排史上有两个伟大的主教练 一个是胡教练 一个是蔡教练 无论什么比赛 一个是不停换 一个是死不换 相较而言 胡教练比蔡教练差点 理由是胡教练还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让个三线水平的教练去执掌一线球队 也真是难为他了 这届排鞋也就这个水平 心里没有迪庸死几个主力 这就是三线级别教练的德行 这场比赛 战胜对手固然重要 但实在不好意思夸奖 大家都心知肚明 蔡斌在对阵弱旅的时候 不找机会锻炼替补队员 朱立身体过了强盛期 女排就会名落孙山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